首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撇除一个任职的误区 就是认为说Muda因为他是有青年领袖所带领的 所以他就肯定可以吸引到年轻学票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子去做这种考量 或者是断定这就是一定的结论这样子 因为其实选举上面我们还需要分析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不只是年纪的考量而已 还要分析到可能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 然后议题的关注度 然后他们对议题的态度跟立场是如何等等的 所以如果是以Muda作为青年政党 然后说他能吸引年轻学票 我是不赞成的啦 然后对评价Muda的话 其实我个人来看可能他比较倾向于是一个主席的政党 就是大家看Muda就思思想到就是Shay Sadiq 然后变成他是一个icon 然后但他最大的坏处到底就是 他到底能带出怎样子的改变 注入这样子的那个新的风气这样子 因为Shay Sadiq他自己本身其实他也有很多黑暗的历史啦 就大家应该也知道当他做土团党的青年团团长的时候 他有提到就是反对艾瑟这样的东西 然后他也就是一方面先说反对Shay Sadiq之后 又跟他握手援合之类的东西 然后甚至有讲过很多聪动的一些言论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他今天的转型可能只是因为他要寻找一个新的平台 因为他认为说他需要寻找另外一个平台然后作为领导的角色啦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对于Muda基本上如果你问我们社运权的人 当然我明白说Muda里面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人 他有专业人士 他有律师 他有塞萨迪士政党人士 然后也有一些社运人士 我自己本身的朋友也有在里面 但基本上我们一些不在Muda里面的社运人士 我们其实也是保持着批判的那个态度的 我们经常批判就认为说Muda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 他只是标榜自己是年轻政党 但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 我们不知道他在议题上的态度是什么 比如说至少我们看行动党的话 我们知道他是社会民主主义是不是 就是然后在公正党的话我们知道说他推的是reformacy 他要推改革 他要改革这个制度等等 但在Muda这一方面他讲的东西都是很定山 很touch and go的议题的 包括你看Chair Shadig他所关注的议题 很多都是touch and go 然后他做好TikTok video之后 对他的确有提到一些情绪的意思 但是很多都是touch and go 如果没有继续升幻那个议题 然后甚至是我所了解到之前 我在一个forum所听得到就是Muda他们有意去避开 我国当今最棘手的三个问题 就是3R的问题 Race Religion 还有Royal这个课题 我觉得是有欠缺作为年轻政党应该有的那种政治的勇气 因为还有道德勇气 因为其实我们国家为什么会陷入现在的这种酒精的最基本的问题 就来自于这三个课题 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三个课题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回应他的议题的话 基本上你是很难解决掉从制度上面去做出改变的 对不对 所以我是认为说 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吸引我的地方 Muda对我来说有吸引任何地方 因为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说应该给Muda有benefits of doubt 就是姑且相信他是一个能带动新的政治氛围的 但是很遗憾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开始就标榜自己是第三势力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到最后他选择去加入西蒙 是不是因为他现在他知道说 其实他表面上是讲说不要分散学票了 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他已经知道说 他蛋打独斗是一条思路来的 包括在过去的选举他还可以看得到 然后更何况他现在还成立不久 所以他没有很好的继承的动员能力 比较起其他的传统的政党 所以以至于他可能就变得很短视 他想要就是在几年去崛起 然后就采用这种短视的方式 就直接加入新的 我觉得他的币是大于利的 因为毕竟他一开始讲的东西都没有做到 然后第二是其实希盟 Muda跟希盟之间 Muda跟希盟他们的支持他们的选民的广谱 其实非常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会念一卷 就是到最后是大家互导 所以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去开拓新的领土 新的选民的政治广谱 包括你看他在之前的Rofo做选民 包括选举 Rofo做选举 民调也显示这样说 其实年轻人还是比较属于政治本港 大家还是没有出来投票的 那些他之所以会赢下布特里王莎 也是因为希盟的支持者把票投给他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他有大量的改变 然后至于希盟的话 我还是认为说 他必大于利 首先希盟自己本身都有青年团 为什么会要把这个工作 sup出去给人家做 我觉得是好像把石头砸在自己脚 就是自己承认说 自己的青年团不够有竞争力 不够有吸引力 所以我觉得是 而如果讲说要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为什么不要有派自己青年团的候选人上去 而是要透过Muda这个方式去做呢 然后我认为说 希盟经常都是想要走捷径 然后后果都是会不堪设想 就包括之前刚才两位YB有提到的 就是Bersatu 然后之后WariSan都是一个养狼计划 到最后反而是引狼入室 让这个狼来砸自己的砸 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外来的 如果我们下车就能够留下来的 如果我们下车就能够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下车就能够留下来的 那么快没有 就是要不要再来的 就是我们下车就要